這個部分主要是串列 跟字典 還有檔案 另外可能就是資料庫 把它改寫成Jungle 這也是上個學期我們有講到的 那你打開裡面的話就是我剛剛的這個List List裡面當然比較重要的功能這邊都有啦 剛剛包含就是說我們用到的 那個什麼呢 幾個像LEN是算長度的 另外Append就是把資料放進去 放到List裡面 然後呢其他當然沒有用到啦 如果有用到的話可以自己再把那個有關List的部分 再稍微看一下 這個List在Python裡面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對List不熟的話 我跟你講很多東西你可能做不出來 為什麼因為像你要把檔案的東西還是 都不然還是會放到List 或者是 網路下載的東西還是會放到List 資料庫的東西還是會放List 那它的角色有點像 Essale裡面的 它是一欄一欄的概念 欄 我把它看成是一欄 所以 在Essale 如果以前寫VBA 直接就放在那個 裡面就好了 就是Essale裡面 但是因為呢 Python裡面沒有像 Essale這種東西 那所以怎麼辦呢 你就變成要放在List裡面 那但是 VBA那個Essale是看得到的 可是這個List是看不到的 所以有的時候記得喔 那個List的概念你要很清楚喔 就是一個中瓜湖開頭 中瓜湖結尾 那網路上其實蠻多那個 開放資料 Json的 其實很多都是 你可能要分析的時候要看它是中瓜湖 還是大瓜湖 如果是中瓜湖呢 你可能要放在List裡面 如果是大瓜湖 你可能要放在字典裡面 Dictionary 如果這兩個你搞清楚的話 網路資料要抓就相當相當的簡單 因為現在很多政府一定會有開放資料 那私人機構也會有開放資料 反正我就先丟個東西在那裡 你就自己去抓就好了 或手機APP要去抓什麼資料喔 其實也會跟這有關係喔 如果說 比如說我今天是 吐資料的 我就吐一個檔在那邊啦 那你APP的人 寫APP的人 你就去那邊抓就好了 抓下來秀就OK啦 兩邊的話 只要講清楚 這個就OK了 所以List很重要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如果不熟的話 可能自己還是要在 這一部分 Python部分啦 這上學級的重點 然後稍微做一點點功課 剛剛的程式在這裡啦 所以如果你 你實在是 可以的話 自己把它重寫過 如果不行 Ctrl C Ctrl V 至少你Ctrl C Ctrl V要能夠run出來 你不要連run都run不出來 那後面就不用玩了 OK 所以特別重要是建一個專案 把它貼上 所以我剛剛跑的東西啊 基本上就是 這個嘛 你至少開一個 按右鍵 開一個新的 module 貼上可以run OK 這樣的話就進到第1階段 第2階段的話就是怎樣 再來就是 Jungle的版本 那因為這個單元 我想 穿上也許分開吧 因為剛剛 之前我們是邏輯 有一個邏輯的project 那個 Loop 回圈有一個 回圈的project 那這個的話 你也許我是建議啦 你乾脆再重新建一個新的 Jungle的版本 不過重新建你可能要記得喔 我們重新建又建的 做了什麼設定喔 所以以後那個 SOP 你乾脆把它寫下 1234 以後的話呢 就照著這個 SOP 以後要建一個新專案 新專案就是新的網站 所以以後如果你一個新的網站 就把它弄起來 它這個service run起來 你就放在網路上 電腦或者你 哪一台電腦 開著 它就可以 做 這個服務了 所以特別主要 Jungle裡面 那也許呢 這邊我們又多一個叫List 好了 也許就List的project 每一個 也許呢 你就是不同的project 你就是 再重新去把它做一個演練 裡面的話就照原來設定 設定裡面記得不要 做錯啦 裡面的話 3.6 反正這個不改 沒關係 Nest 3.6 然後下一步 下一步 OK 然後就把它這個版本記得要改一下 1.4的 然後Finish一下 那就OK了 再來的話呢 你就再建一個什麼 在這個List裡面 再按右鍵 跟著一下 應該是Jungle裡面 再建一個什麼 Create一個App App名稱的話 我們之前都叫MyApp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名稱的話 你可以改一下 我們之前要改過了 LoopApp 或者叫什麼 ListApp 比如這個叫ListApp OK 這個名稱的話 你可以自己 只是說你將來呢 你這個定的名稱你要記得 你不要這邊 ListApp Setting那邊叫MyApp 完蛋了 兩邊不對 印到的話 那就會出錯 所以也許我們就建了 他就會幫我們 建的這個動作 其實你會發現 剛剛建的這個 按右鍵 Jungle這裡面 有沒有 產生一個 產生一個 那個App Eclipse 實際上書裡面 我們那個書裡面 它是叫我們下指令 其實就下這個指令 OK 那只是說 Eclipse的好處是說 他把那個 要下指令的部分 變圖形化動作了 以後你要學下指令 OK 只是說下指令 你要 也許自己再run一下 然後他就幫我們 建了之後的話 一樣 再來的話 你要怎麼樣 再到哪邊呢 記得Settings裡面怎麼樣 要再增加一個 應該還有印象吧 再增加一個這個 這邊有沒有 所以你的名稱的話 就是 也許就叫List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叫List 不要打錯 或者是你剛剛複製 我習慣就把它複製貼上去 有沒有 然後就 逗點一下 就把它Safe一下 其他還有像什麼Templates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所以這一行呢 也許你可以從前面這邊 或者從那個雲端上面 Templates 要把它複製貼一下 貼一下 這邊鍵一下 Templates 另外的話 記得怎麼樣 在Templates目錄 因為我需要一個Template目錄 因為要加那個樣板 所以我就直接在 這個Source裡面 記得那個 增加的目錄位置 不要用錯了 一定是在SRC 之前我們有用過 在 這個 這個同一層 之前要有同學 做錯了 把這邊新增資料的部分 有沒有 把它弄錯了 應該是Furder 記得建到這一層 SRC這一層 建一個Furder Furder的名稱的話 就是 叫Templates 那我們待會就是 叫在這裡面 New一個什麼 New一個File 那個File的名稱 就是我們要的那個表單 那個表單 就是長得像這樣子 那名稱的話 就叫做 比如說叫什麼 Source Sgo 底線Fone 的 HTML 要長這樣子 OK 應該有印象吧 反正以後慢慢要熟悉啦 這些步驟的話 以後呢 你就要像行魚流水一樣 然後呢 很充容不破 優雅的把它 充公做完 所以以後 User端要什麼 你就把它那個記一下 然後只轉一下 一個 一個Server就馬上就RUN起來了 他的服務就OK了 記得這邊的話 我們就打一個什麼 Score 底線Fone OK 然後 點HTML OK這個前面有做過啦 只是我們就把它複習一下 按Finish 再來的話呢 裡面可能會需要什麼 不然它會用這個開起來 我們把它關掉一下 記得按右鍵 Open with 習慣用什麼呢 用那個文字編輯器 因為它預設把它打開了 把它 打開之後的話 裡面就是要有HTML 然後 Body 然後 Fone 裡面會有Input Type 有三個 所以記得 這前面有做過啦 所以我這邊已經有一個樣板 其實 這個樣板怎麼來的呢 我也是拿之前的來改就好了 之前已經有 比較輸入的東西 Input Type 所以我就直接把這個HTML 到HTML結束 把它Ctrl C 然後呢 直接把它貼到這邊 細節 如果不太清楚 可以把前面的影片再看過 基本上呢 我們就是 放一個網頁 最關鍵的地方 在這個Fone 所以你會發現有Fone開頭 有Fone結束 一定是一對的 裡面的話呢 我們Mensure就是用Get Action的話呢 就是將來丟給 Score的這個View 那目前這個View 還沒有存在 不過將來如果你要接收的話 記得要把這個View 一定要建立 如果沒有建立好的話 它就接不到 有點像 將來那個 球要丟過去 一定有它存在 Score 裡面的話 Input Type 有一個 兩個三個 分別是A B C 好了 最後一個按鈕 這樣的話把它存檔 我們的樣板就OK了 所以請各位 第一個 先把那個 專案的部分 也許我重新再建一個List 的Project 然後呢 第二個的話 就是 再按右鍵呢 新增一個App 也許我叫ListApp 不過這個名稱不重要 你如果習慣買App 你用MyApp 然後Setting Settings裡面的話 我弄兩個 一個是 新增App 一個是Template 再來就是 新增那個Template 的目錄 並且把這個 表單 建立起來 OK 動作還蠻多個 記得起來 這些都做過了 所以我快速的把它演練 所以這個 1 然後 2 3 然後 4件Template 目錄 5件這個 好 5個動作 記起來吧 不是 你會幫你寫程式 真的要很好的記憶力喔 但是 很多東西不用死背啦 像我的習慣就是 我了解它之後啊 這些我都沒有用背的 因為我知道 下一步應該怎麼做 如果實在背不起來 就是有雲端參考 切一下雲端 看一下 或者是說呢 你可以拿之前做過的 拿來 參考 像有些 所以喔 特別說 範本很重要喔 你千萬注意喔 以後這可能就是你的作品喔 如果你真的有心 朝這個方向發展的話 喔 你可以去查一下 104人力銀行裡面有沒有 相關的職缺喔 如果有H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 有個同學 其實 如果要 有新的 換新的跑道的話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 所以五個步驟 先做 做好之後 後面就是views 再加那個 UILS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輸入成績了 如果再輸入成績 這個 步驟不多 但是未來其實延伸性很大 要不就是你輸入成績 可以從外部匯入 要不就輸入成績之後 要把它存起來 所以存起來的話 後面還會再講到啦 你是不是應該有一個資料庫 可以儲存 儲存成績 比如輸入成績 儲存到資料庫 OK 可以把它讀出來 這裡我想請各位試一下